尼泊爾一架載有72人客機 昨天驚傳墜毀尼泊爾西部成聖波卡拉 飛機摔得智力破碎 飛機失事前的影片也曝光了 只見客機在低空飛行 而且還突然向左旋轉90度 機翼垂直向地面衝撞 接著傳出一聲巨響之後 就竄出熊熊的烈焰以及黑煙 目擊者在屋頂拍下了11秒的影片也曝光了 目前瞭解 這機上一共載有68名的乘客以及4名的機組人員 那麼其中包含了2名嬰兒以及10名的外國人 那麼是有印度及俄羅斯、愛爾蘭以及韓國人 尼泊爾官員就說 這一架客機摔得智力破碎 而且還斷層三劫 也造成至少68人死亡